好 轉重電影來關心 現在我們就在台北市大巨蛋這邊 這邊18號就會來有 雅錦賽的市營運開場 也因此說在今天 不少的議員是有交通委員會 在這裡舉行 而他們也發現說 大巨蛋有不少的問題 帶您來聽他的稍早訪問 坦白講以我的標準來講 我可能會給他50分左右 那他要到及格的部分 還要花很大的一段時間 所以我在這邊我也建議 蔣市府在整個正式 有可能去做所謂雅錦賽 測試的前七天 也就是一個禮拜以前 務必要真的實地的 再完整的走過一遍 因為以目前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包括停車場的這些品質 還有目前旁邊施工的 這些狀況 從我們現場再來看 當然我強調 他們現在仍然在施工狀況 但是他在這未來的 十幾天裡面 能夠感攻到 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我個人在這段上 我是打一個問號 好 我可以聽到 在大巨蛋周遭 是有大客車跟小客車的交織 也因此說 認為大客車跟小客車 在轉彎的時候 有可能是會交織的狀況 而造成擁塞 另外大巨蛋的停車場 目前的營業使用的執照 也都還沒有下來的 因此說 在十八號 這個市營運的狀況 九百多個車位 可是可以來開放的 但是是不會來收費 不過議員 他們也都是強調說 十八號就要來開始比賽了 希望這個遠雄的部分 跟市府可以來加緊處理 讓賽事平安開場 以上 為了掌握情形 把銜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